诗歌像花朵,让我们的世界充满芳香。 诗歌像音符,带给我们美妙的旋律。 大家好,我是启丝公主,欢迎来到金宝诗教。 小朋友们,你们去过大草原吗? 今天呢,启丝公主就要带大家去大草原玩了。 小朋友们,你们准备好了吗? 我们出发咯! 蓝蓝的天空辽阔无边,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长满了绿油油的草。 草长得很高,很茂盛,风一吹,草就弯了腰,露出了成群的牛羊。 赤乐川,阴山下,天似穹炉,笼盖似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丁,现牛羊。 小朋友们,接下来跟着启丝公主唱起来吧! 赤乐川,阴山下,天似穹沐,笼盖似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茫,风吹草丁,现牛羊。 赤乐歌是一首北朝名歌,赤乐指的是一个游牧民族,生活在现在的山西内蒙一带。 这首诗歌就是由当时的赤乐人所唱的木歌。 赤乐川,阴山下,川指的是平原。 这两句是说,在阴山脚下,有一个赤乐族人生活的大平原。 天似穹炉,笼盖四野。 天空呢,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圆顶帐篷,笼罩了整个圆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,现牛羊。 蓝蓝的天空辽阔无边,绿绿的草原一望无际。 一阵风吹过,把茂盛的水草吹低了,一群群牛羊时意实现。 小朋友们,看完这首诗歌,你们感受到草原的壮阔了吗? 那接下来就跟着起司公主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赤乐歌吧。 小朋友们,在朗诵诗歌之前呢,我们要做到朗诵三步。 第一步就是立正站好,双手背在身后。 第二步呢,是目光直视前方,保持自然,还要集中注意力。 那第三步呢,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。 在朗诵诗歌的时候,要放开声音,语言呢,要有力量,把我们的感情啊,都迸发出来吧。 赤乐歌,南北朝,一鸣。 赤乐川,阴山下,天四穷炉,拢盖四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,现牛羊。 赤乐川,阴山下,天四穷炉,拢盖四野。 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,现牛羊。 小朋友们,这首赤乐歌你们学会了吗? 记得一定要在课下多多练习哦。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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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